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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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卡路斯 由於工作太忙 很大段時間 都沒有幫朋友修理而悔 自己也有一大堆外器 沒空修理 哪有時間幫人修理 但今天就有個朋友 由九龍搬到樂器 來到團園去找卡路斯求醫 就是另一位音樂老師 Dora拿過來的樂器 而且這個樂器 還是比較另類 可能大家未必一定見過 我們一齊看看是什麼 講回這個樂器 它的名稱為中丸 其實丸是由中亞傳入來的 它的歷史也很久 不過以前是叫做琵琶 去到西盡的時候 竹琳七弦裡面的丸咸 彈這個樂器是最厲害的 所以就用丸來為這個樂器命名 而後來經過樂器改革 丸就有很多種不同的尺寸 又有高音的丸 低音的丸 而我手上這個就稱為中丸 雖然中丸都是稱為近代 再去改革的樂器 但是發展到現在 已經在中樂團裡面佔了 對啦 而且獨奏協奏的曲目也很多 大家現在在聽的就是流星先生 在1987年所創作的雲南回憶 中丸協奏曲目 但是說到中丸的樣子真的很奇怪 好像肥仔有兩隻眼 有些人又說它像一個中式的結他 但是它只有四條線 那麼Dora這個丸呢 四條線就沒問題 問題出切哪裡呢 原來就是一條頸裡有骨折 其實我都很坦白 這一種這樣的設計 根本就不受力 本身製造的時候 就已經是兩塊木頭的貼合 然後才做出造型出來 那你不小心大力壓下去 不斷才怪啦 Dora告訴我 他自己用膠水貼過 但是貼完又脫出來 沒有他的 你接觸的面積這麼小 什麼膠都貼不住 要認真維修就不是很難的 不過步驟就很多 以鄭大夫多年行醫的經驗 我覺得只需要在這裡打一支鋼針下去 就搞定了 接著醫生也不用回來覆診了 好 打鋼針之前 我們都先把頭貼好它 但是這次我用的膠水 就是專用來維修木質的樂器 修理結他我也是用它的 以種Tai Bond膠水 它都是動物膠之類的配方 那寧寧顯之多些 由得它流出來 由於中軟條頸 就不規則形狀的 要加G-Clam去固定 都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真一下 反正一會兒都會打鋼針的 於是呢 我只是用一個快速鉗 在旁邊就這樣定位算了 兩天之後 貼了兩天之後 我就拆鉗 拆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已經固定了 只是不會很受力 而且現在的接口也不太好看 一眼一睛 膠水都突出來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進行下一步的手術 首先我找了一支 3mm直徑的鋼枝 長度呢 是足夠固定這個位置的 嘩 由於都相當長 要鑽孔插子鋼針 用一般的鑽嘴不行 所以我特別找了一支 用來維修樂器的長鑽嘴 不用下麻醉藥的 就這樣鑽下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看到都覺得痛呢 嘗試一下插子鋼針下去 看看要多長 之後就將鋼枝鋸到適當的長度 接著呢 將鋼枝敲打進洞裡 你要發覺呢 我特地把兩支鋼枝做到不是平衡的 兩支鋼枝斜斜的才好力 之後呢 我就用鑽孔的時候 掉了出來的木粉去填一些洞 然後加幾滴502 這些就是我們做樂器的直皮手術 因為拿回自己的木碎填一洞 顏色就會一致了 接著呢 就要做很久的打磨工作了 因為摺口呢 根本就不漂亮的 加上插過兩支鋼針的位置呢 也都補了木碎 所以先用木菜做打磨先 菜完之後呢 為了令曲位的部分更加靚仔些 就會用沙子機去幫忙 做完形之後呢 就再用柚沙子去磨一下皮 而曲頸中間的地方呢 我還要用手提的挑剋機 去做打磨 才完美呀 打磨完成後 工作還未完的 因為你打磨到這樣 要收拾顏色才行的嘛 於是呢 我就用紅黑發粉 盡量調回呢 它原來中遠的啡紅色出來 然後就用屍力油 融化了這些色粉呢 去為了摺口補上顏色 收拾這件事很考驚驗的 因為你要考慮了 油完滴架之後 反光之後的顏色是怎樣的 好了 來到最後一步了 就是用天拿水混滴架 開氣到大約好像蜜糖那麼稠 然後呢 就用油素 油上去 曾經摺薄過呀 轉個洞的地方 坦白說呢 一般中遠的表面處理 就沒有古典結他要求那麼高的 所以油完都不需要拋光的了 已經漂亮的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鄭大夫的手工都不是浪得去明的 或者你會覺得 嘩 卡路斯 你為了修理一個斷頸的中遠 都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用了那麼多的步驟 去將它完成 哪裡有那麼多時間 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基於什麼呢 就是基於一個象心 我們所謂工象的心 或者英文可以叫做craftmanship 其實象心和醫者父母心 又真的有點相似 一個穿著白袋医生 會盡量用方法 將病人救活 同樣一個有heart的工象 都會用盡方法 將一個樂器重新維修到完美 正正是這樣 這個中遠就可以在中秋節 回去和媽媽 正是Miss Lau 就一家團圓了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希望今天所教的樂器維修技巧 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就要關注點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